嗨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這次為大家分享的是 扶女 超級 就是木魔 這是我的組隊 為什麼要配這隻 朱雀 主要原因是因為之前試了一場 用了 施鳩獸 可是朱雀好像會互相卡到 所以我決定選這隻 是用來做補血的動作 然後這個隊員換成是 水妹 主要是因為他的恢復量 可以看到他恢復量 有448 基本上打這個王的話 每回合會扣血 中毒會扣血一半 再加上我這個隊伍的血量 比較少 9000多而已 9552 所以在最後一關的話 打應該會比較輕鬆一點 要比較注意的話 可能就是疾風神獸手那一關 他攻擊力有 9780 好現在就為大家示範一下 超級 古之靈的魔女超級的部分 隊友我一樣選西蒂石的黑狗 這個地方用暗狼 主要是可以我省掉一個光 新浮石轉的暗浮石的部分 因為基本上絕招也很少使用到 因為基本上絕招也很少使用到 所以其他豬就是用來轉型的部分而已 所以這個 各位大大就自己要稍微留意一下 攻擊力看起來是還OK 3連3個暗珠 KO不掉一隻大地精 這個 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看他CD的回合還蠻長 再加上我水妹 回血量還蠻多的 我 笑到了 不過基本CD5的回血都已經回好了 好像這個就比較危險了 這個反彈攻擊力應該蠻大的 所以盡量COMBO要多一點 我怕被反彈趕得到死掉 下手裝一點沒關係 與其自己被反彈死還不如把它幹掉 好 由於這邊有一個先擊盾 然後這個CD2的 我可能 盡快把它KO掉 不然至少我們扣他多一點血也好 7COMBO還不會死 但蠻耐打的 好 接下來就回血了 因為我有三隻黑狗 所以隨時隨地都可以回 不過基本上 我有光面應該不是太大問題 好 好 我把水面 不是光面 在這邊我 本來要處理CD了 我曉得天降王和暗珠沒辦法 好 下回合就沒有攻擊珠了 只剩水而已 這個有點危險 這個有點危險 這時候盡量把場面上的雜珠把它消掉 好 下一回合危險 沒有攻擊珠 看有沒有天降 天降救回來 所以有時候人家說 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 就是這麼說的 差一點點就被GG掉了 好 可以看到回復量差蠻大的 所以打追關王 應該回血 用回血的部分慢慢 慢磨應該不是問題 好 這時候我還是選擇處理CD 遇到香港的同樣情況 可能就GG掉了 誒 不小心又消到暗珠了 誒 繞紅蜥蜴 兩個同時攻擊 大概9000多的攻擊力 還OK啊 其實技術不錯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個地方來除CD的時候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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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基本上後面還有一個疾風神射手 攻擊力9780多一點點 比較不好處 比較不好處 好 好 因為少了一個珠 基本上天降就會變比較多了 像這三隻的話 我會選擇先把這隻蜥蜴殺掉 因為怕他的反彈 彈到自己GG掉 好 基本上如果他沒GG的話 至少我們還有一個回合 可以再補血的動作 好 很好 這隻是小魔女 好 補血樹會留下來 因為我要除菫 好 可以發現 就算我這樣玩的話 好像還是會卡住 不是那麼理想 好 因為他有一個 屬性相克珠呢 火珠又不能使用 轉珠又卡到我的隊伍的部分 好 場面 台面上又只剩下三顆暗珠了 這個又是蠻危險 很怕遇到同CD 好 才剛說完就同CD了 這隻就不考慮了 直接轉 風險太大了 武士體力不是開玩笑的 好 所以接下來只能靠疾風神射手那一關來處CD的 好 基本上我在打的感想是 小兵還比BOSS難打 小兵還比BOSS 難打 流光書 這樣才把他去死 一擊9780 好 沒有把握的話 反正我上次黑狗 慢慢轉 都沒有差 好 增加多點COMBO補就比較多 好 像這樣可以補到一萬多 打起來是還算蠻輕鬆的 好 像這樣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看 補血量是不是有到預期當中的效果出來 7000多 還算OK 好 我的暗狼還有16回合 所以 也不能打太壯 打太輕又沒效果 如果豬卻的轉豬就可以派上用場 好 黑狗CD竟然很快 無聊陷阱沒事把它轉一轉 反正它卡到豬也是蠻麻煩的 是怕說輕太怪了 來不及處CD 還有14回合 因為本來爆發是要留在 打火妹的 好 像這回的補比較多 我就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把一些不能轉的豬給它消掉 可以知道我等一下會轉的是光珠 但是現在光珠只剩4顆 所以保險機件 把綠珠都消一消 這樣光碎比較多 打BOSS大概是這樣打的步驟 按照這個節奏去打 應該是問題不是很大 按照這個節奏去打 月狼還要11CD CD太長了 按照這個節奏去打的 按照這個節奏去打的 顏色是一個小蛋 我會選擇 想要不及為 那些鈴鐺 你得到這個節奏去打的 哪些賃 打9CD 可能撐不到那個時候 因為打火妹的部分是要爆發 不然風險太大 所以基本要打爆發的話 我要撐8回合 加上水沒有可以上回合 所以至少要撐5回合 我可以試著看可不可以把旁邊那兩隻 回合單滴給他KO掉 不過一次攻擊至少要196000以上 我可以看得出來攻擊力不太夠 加上水妹的CD數剛好是可以的 中間這隻不能打太大力 我可以試著笑一下斯庫爾德的體力試試看 我現在一擊就9000多了 還有5回合的CD 加上我的歷史之吾爾德應該是沒問題 那目標就是先把中間那一隻KO掉 只是血量的控制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 不能打他太大力 OK看得出來現在還有骷髏頭 這時空中可以下麵 卡上我的天聖體 3回合 剛好我這隻水滅的時間剛好配合上 沒有按住 要消他的血也不是 再一回合我的雲夜狼就出來了 不過在那之前我們還是先做消血的動作 所以說CD在控制上搭配是很重要的 好像我這隻運氣很好 直接就把三隻血丟掉了 這時候月狼絕招就可以先開了 不然開始扣血就沒有機會轉了 靠著優勢的恢復量 因為我的血量本身 剛剛有看到是9000多 現在搭配起來11000多 所以每一局被打的血量還算OK 不算太多 消的時候盡量不要消到你可以轉心的 珠珠 好手慘 沒關係 基本上補血量還蠻夠用的 所以打這個BOSS還算蠻輕鬆的 好像我現在台面上珠珠沒有說很多 我的話我會選擇先把新珠轉出來 有技術如果像 各位大大如果說沒有像 就是也像我這樣技術不是很好的部分的話 可以運用這樣的方式 買保險 天降還不錯 不可以降到99COMBO了 台面上1 1 2 3 4 5 5 6 7顆 可以的話盡量轉 反正你珠珠用不到 對不對 珠珠用不到轉出來 對你來講是一個比較安全的打法 雖然說我們的恢復量很高 每次一回都會1萬多的 只是我們如果真的是玩比較安全的打法的話 這樣我是比較建議 4COMBO我們來試一下 7000多 還算可以 現在只有4顆比較危險 所以我會轉一下心 台面上沒有攻擊珠 所以就盡量把它敲掉 水的話我 我並不認為它算是攻擊珠 我並不認為它算是攻擊珠 OH SHIT 小豬小蛋少 好像有天降 有天降 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有帶這支珠缺的目的就是 在這時候它可以替我把血量打回來 我現在場上的心傳蠻多 就不用特別再去轉 有點危險 喔 差一點點 轉心珠很多 可是要轉出來才算 嗯 血量應該夠啦 我就不再 不再去轉心珠了 嗯 很危險 轉一下好了 下一集BOSS也會出手 好 因為我本身COMBO術不是很多 所以 轉心珠會比較多 比較安全 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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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轉 喔 沒有辦法攻擊 喔 沒有辦法攻擊 喔 可以看到我3到5COMBO了 所以在玩的時候蠻行的 如果有6COMBO的水準的玩家應該玩起來就很輕鬆了 不至於說會像我玩的這個提心吊膽這樣 喔 差點要手殘 好 因為我這樣玩法有一個缺點啦 就是我攻擊珠常常都不夠用 但是我可以很穩的一直不做補血的動作 像這種狀況的話 要盡量把那個 不要的豬 尤其是水豬 不能轉 攻擊力又弱 把他轉轉掉 換一下有沒有那一處可轉 我已經快KOBOSS了 轉一下沒關係 因為這邊還有一隻UB 喔 有點危險 每一場都玩得很刺激這樣 下一集應該可以KO了 血量的部分應該還OK 這時候不能GG 我要算一下牌 看怎麼打 COMBO比較多一點 啊 算了 不用浪費時間 直接轉比較快 相信一定有玩家跟我差不多一樣技術啦 在轉出的時候 COMBO數變不算很多 喔 OK 超級 掉卡片非常好 非常好 之前也說非常好 但是之前都沒掉好 超級的 那個 婦女 木魔 的示範打法 供大家參考 6COMBO以上應該大家可以很輕鬆通關 謝謝大家 Goodbye 那順便看一下卡片 感受一下那個爽度 給大家細一下 好啦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喜歡 沙瀚 五 五 五 六